前面會用她在今天三的影片 當然是因為大家會認識她 是因為棒球才認識她 那我們經歷這麼一小小段紀念她曾經輝煌的棒球人生 然後後面有很多我們小時候的照片 然後有很多都是跟我們家人生活照 然後我們家兄弟姐妹感情很好 我們只要爸爸生日媽媽生日或者是有節日 我們都會全家人聚在一起 然後會放這些照片 因為這些時光已經不復存在了 對 但是她還是在我們的心中 從小到大她都是我們最愛的小弟 因為我弟就是一個很賴皮的小孩 從小到大就像她當兵的時候 她每次有時候耍爛不想回去 也都是我二弟會載著她回去 然後從小到大打球 只要她有不開心被教練罵了 她有好幾次有跟我耍爛 她就跟我說她不要再打球了 因為我是大姐她是小弟 所以她總是會跟我哭書 然後我們總是要乖乖的再把她帶回去 然後因為爸爸從小比較嚴厲 她比較什麼不敢跟爸爸講 所以總是會跟我們耍賴 她就是一個耍賴的小孩 所以我說下輩子 我幫我當她的妹妹 我想她當她的妹妹 小姐在美姐